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由杰哥和敏儀主持的GM看世界 杰哥 这个星期见到很多的社交平台 比如Facebook或者是有很多朋友都在那里讨论 就是WhatsApp这一个叫什么呢 我们平时用开的APP来到沟通的APP 哇 真是很震撼 因为这个私隐似乎已经是没了 不单止没有私隐 没有自由 你想现在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说什么 不可以说什么呢 有人帮你话事 如果你不能说的话 他就禁你 不让你出 封你户口 如果你今时够胆说 美国大选有舞弊 或者你支持川普 这个是我移民美国这么多年 或者我对美国认识这么多年 由我读书 由我读大学 学历史那里认识到整个美国的历史 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会堕落到这样的一步 从来没有想象过 其实因为言论自由是美国一个很大的特点 但是现在似乎言论自由这件事 已经在这里漸漸地消失 我自己觉得 我们都不可以说现在落定论 就说言论自由在美国已经消失 因为今次这个社交媒体平台这个风波 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家都很熟悉的 保障言论自由 你知道以前美国曾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那宗案的 就是在游行过程当中 消美国旗算不算犯法 因为其实你抗议是抗议某一个政府 你抗议那个总统叫川普 或者叫拜登 或者叫奥巴马 你是针对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你消美国旗是针对整个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是 消美国国旗是表达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针对美国而发动的一些攻击或者威胁 其实某种程度都被理解为你言论自由 只要你没有真正的用暴力去威胁到这个国家 或者威胁到公众安全 其实都是言论自由 由这件案外可以看到 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一个多么多么宽广的一个领域 但是今次这个社交媒体的风波在于什么呢 只要你上上面支持川普 只要你上上面质疑今次2020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果 你就可以被人禁声被人封你的账户 Twitter就永久封了川普的账户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在美国的 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其实应该不对的 你没理由去封一个人的户口 我相信我听到很多支持川普的人 就在Twitter上将自己的相片 转成做川普的相片 他的题目叫做我们都是川普 你不如封我们吧 其实你会犯众怒的我觉得 始终好像有七千几万人 今次投票是投川普的 那如果你是这样去对川普的时候 会不会激怒了这七千几万人呢 当然会了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大家去探讨一下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 第一 在美国言论自由 我们刚刚说了宪法保障的 他今次封锁川普的言论 封锁一些有关质疑大选结果的一些言论 你从两个角度去看吧 第一 以前我们所理解的言论自由是指什么呢 政府不准禁止普通民众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啊 因为在独裁国家 政府可以你说一些反对他的意见去逮捕你的嘛 对啊 更加不要说你可以在以前的传统媒体报纸 电视啊电台可以发表你的言论 那么这个是首先是言论自由的第一个层面 好了 那么然后现在是什么人不准人讲话呢 是大科技公司 我真的这件事是很拗头的 就是他们凭什么 有什么的能力或者是他们权力 去封闭我们去讲这些 就是支持哪一个政治人物呢 这个科技的发展 是令以前的很多法律 包括宪法呢 是很多事情他们意料不到的 比如说现在大的网络媒体 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 叫做YouTube 发明了一种叫做Twitter 以前是没有这种发声的渠道的嘛 以前比如说你想骂川普你可以谁骂啊 报纸啦电视啦电台啦 那么你要经过报纸电视电台的同意 你才可以发声的 这个第一 这个我讲的普通民众啊 但是我报纸的这个立场是中立的 我会很客观地去报道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这个是以前的生态 当我很客观的时候 我可能触犯到政府 政府来禁我 那么它就违宪 这个是以前的生态 现在的生态就是 有很多网络平台 我们大家都可以上去讲话 是 没有门栏 这个就是我经常讲新媒体打败旧媒体 你和我都是传统媒体出来的 以前我们的传统媒体被人打到 落花流水 就是因为新媒体没有门栏 新媒体呢 一向都没有门栏的了 那么所以呢 基本上 大家喜欢在新媒体 讲什么就讲什么 但是现在呢 不行啊 你说什么 它可以有权封了你 那么已经是 和没有门栏是不对的了 违反了法律 为什么呢 以前美国有个叫通讯公正法 这个我想大家可能在媒体 在最近的报导看到 有个通讯公正法的第二百三十条 这个是川普想推翻他的 这个第二百三十条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譬如说我是纽约时报 我在纽约时报做了个假新闻出来 说川普被彭斯侵杀 我要负责任的 我做假新闻要负责任的 因为你是有经过编辑审查 你确定了这个新闻是真正假 你才有放出去的 如果你没有审查 放了假新闻出来 你不负责任 这个媒体是要被追究的 但是呢 通讯公正法的第二百三十条 保证了社交媒体 是不受这些法律的约束 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是乱讲话的话 这个平台是没事的 平台不负责是这个人自己负责 譬如说我今天上个媒体平台乱讲话 我说川普是个女儿的 川普来告我 就说你侮辱了我 或者你抹黑了我 川普是来告我的 但是他不可以告这个媒体平台 说你为什么可以给这个人 讲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在一个平台 我没有门栏 大家都可以上来讲话 但是你讲话违反了美国法律 攻击了人身的声誉 你就可以用法律去告这个人 但是现在呢 是 川普不可以说话 媒体平台说 川普的支持者不可以说话 那么川普就问了 那么这个230条 为什么就要保护你不受起诉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应该是要不要保护他 当然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平台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媒体来的 我自己这么看 都应该有媒体的责任 去做一些有负责任的行为 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guide line 你有没有编辑发布权 如果你有你就应该负责 如果你没有你就不应该负责 以前社交媒体平台没有的 你个个上去可以说话的 你想一下 这个我们或者举个例子 当年ISIS那个头 叫什么我忘记了了 他都有个推特账号的 都没有避风 没有啊 他都是可以上去说话的 直至他被美军击毙之后 他才没有说话的 你现在很多独裁家的领导人 比如说伊朗领导人 比如说马杜罗 他们可以上讲话的 他们可以上天攻击美国的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封呢 为什么川普和他支持 质疑说今年大选好像有些舞弊 就因为质疑这个大选就可以被封 在美国请问 谁是不可以被质疑的 我可以质疑任何人的 连总统的施政我们可以质疑的 如果按这个标准 我们电台组会被人封了 我们经常节目里面 质疑美国的政策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晰的guide line 你有没有偏审权 有没有发布权 如果你有的话 你应该负责 我也觉得应该他们要负责 但是最近看到那个WhatsApp 都有很多的争议 因为我们在香港来的人 通常都会用WhatsApp 这一排的争议就是 WhatsApp再无私隐 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说 真的不可以再用WhatsApp 但是也有朋友在Facebook就说 如果你是2016年之前 已经开始使用WhatsApp 就算你换电话 但是你没有换你的电话号码 或者你的email 当你注册的时候 用什么去注册 你继续用那个是没事的 你那个私隐权仍然是能够保障到你 不会被公开的 但是2016年之后那些 就变了它是私隐那里 就会没那么严格 这件事你知道了 闻言我是一个IT盲来的 我是一个电脑盲来的 那我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现在得到的东西 第一WhatsApp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 首先我们现在的生态 就是香港人用WhatsApp 台湾人用Line 接着大陆人用WeChat 所以这三种朋友都有的人 好像我那样 我就很忙 到过年过节和大家发 这个何年的时候 就要三个不同的平台 你们都要去搞的了 但是这个WhatsApp今次和Facebook之间 所谓的互相共享信息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恐慌呢 不如我们一会转头来聊 好吗 好 稍后见 好 回到来GM看世界 结局刚刚刚讲到 WhatsApp和Facebook 最近就会将他们的用户的私隐 似乎就没有好好保障 令到很多人很大力的反弹 究竟为什么呢 你和我都有用WhatsApp 我们开始选择他那时候 除了香港人很习惯之外 他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所谓端对端的加密 就是我和你说的东西 是其他人看不到的 没错 这个是他一个号召来的 当初WhatsApp 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 好了 在现在网络霸权的世代 这些网络霸权 想消灭对手的办法 最好就是什么呢 不是去打倒他 是买起他 WhatsApp就是被Facebook买了 买了之后 就变成了他的一元 好了 今次引起这个这么大震动 是什么呢 Facebook说 他要将WhatsApp 你的所有的私人的资料 和Facebook能够共享 如果你共享的话 我的端对端的加密 还存不存在的 我的个人资料 本来我没有用Facebook的 我只是用WhatsApp 但是因为我用WhatsApp 所以我在Facebook上什么都有了 所以你可以很多方面 掌握了我的行事的方式 现在社交媒体最惨就是这样 是你没有引私的 你的一切行事方式 你的消费习惯等等 你喜欢看什么 不喜欢看什么 你喜欢讲什么 不喜欢讲什么 他统统掌握你 我见到我有一个朋友 在香港的 他昨天就在Facebook上post 就说由今天开始 即那天 Facebook你所post的任何照片 言论都可以拿上去法庭 做这个证据 我朋友这样写 所以他们各个就开始 这个是真的 很简单 中国或者是香港的执法部门 他要求Facebook提供李敏宜的帐户 由他里面找到一些 可以作为你呈堂证供的东西 就是你的罪证 Facebook是会交出去的 所以我就见到很多朋友 最近真的很多 慢慢去搬迁到这个MeWe 恐怕你来不及 因为你之前所post的 譬如说你参加过反送中运动的 你参加过抗议活动的 你之前在这些网络平台post的东西 全部在伺服器里有的 它可以抄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今时今日 大家看到这些社交网络媒体 这么愤怒的原因 第一 你已经侵犯了我的引诗 你平时呢 我明明喜欢吃臭豆腐的 你就不停推臭豆腐给我 我都已经忍你了 毕竟是那个我爱好 大家没有声出 但是现在你要将我一些 我不希望让人知道的东西 都拿了出去 特别是在一些政治比较复杂的 这个历史阶段 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些抗争活动 比如说在美国发生的 今次冲击国会事件 抗议这个大选舞弊事件 如果这个情况当中 我在Facebook好 或者在这个WhatsApp好 或者我在其他网络平台好 我讲一些东西 我写一些东西 翌日这些网络霸权 它都会将你这些资料 有可能交出去给执法部门 作呈堂整工 所以这个是大家很担心的东西 未必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大家会觉得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真的看到最近这几天 是大量的朋友开始 就是说我在MeWe add我 那你看到那个趋势 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说当你要离开Facebook 玩了这么多年 你要离开Facebook 需要一段很长时间 在MeWe 或者其他的网络社交媒体 再重新建立过一些的人群 都要一些时间 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 恐怕不是这个问题 你明天将你的Facebook朋友 搬去MeWe 还有什么 现在很多个 很多个平台 现在大家都在转移 但是你要明白 什么叫网络霸权 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 享受这些高科技 网络产品的同时 我们完全被他掌控了 譬如说你说那个MeWe 只不过是你和我 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都不坐在那里 不是 他说明 不会有广告 不会是有这个私隱的问题 他不会share你的data出去 他说到明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 想过去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记不记得 今次有很多这些社交媒体 因为支持专谱 给这个Appstock下架 是啊 Parler 是啊 还有的 不止的 要么是下架 要么是Amazon 停止你的云端服务 要么是你整个server塌 单机 其实这几家网络霸权 苹果 Facebook 亚马逊 他们掌握了一些科技的手段 一些技术的手段 你不知不觉 其实你所做的东西 你都通过他的 譬如说你要download app 你是不是已经在App Store 是啊 那他就下架你了 是 就等你没法用了 你去MeWe那里 很辛苦 建立了自己的群体 哇我们说话说得很开心 我们有这个反这个舞弊 他就下架你了 其实我记得 我读书的时间 已经是学一样东西 不可以让某一间公司 去垄断了这个市场的 是啊 Monopoly 不行的嘛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世代 变得好像 已经被某一些公司 或者某一些人 去垄断了整个市场 令到你们 根本是 完全做不到任何东西 真的很激气 我们很通俗地和大家 就是回头看回 这种局面怎样形成的 其实当初高科技的产品出来 突然间有个Facebook出来 大家觉得挺个人哦 我在上面看到很多朋友 我们知道这个朋友做什么 朋友知道我做什么 这种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 令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了 这个我们首先不能够否认的 好了有了Amazon之后 哇好哦 我们可以 网上买东西 买东西啦 可以比较产品啦 可以看大家对产品的评价啦 review 以前你去market买东西的时候 这棵菜好不好 你不能够问旁边一婆 你有没有吃过好不好 是 但是网络的世代 可以令这些全部变成现实 我买这棵菜之前 首先我看过 张三、李、四、黄五、六 一群人去讲过 这棵菜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 生活品质的好好的提高 我们享受同事 我们不知不觉 被它掌握了我们 被它控制了我们 是 其实以前大家都有讲笑话 譬如说有个人去订个pizza 订pizza的小姐就说 送花是吗 是啊 你愿意送花 你怎样要花的 因为我知道你今天跟女朋友的约会 其实你的消费模式等等这些 是你这些所谓的大数据 是已经被人分析了 掌握了你的人 就是我觉得两题 大数据这件事 譬如说我自己 没什么太大的反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又没有特别有什么 很秘密的东西 不让别人知道 但是因为它掌握了我这些大数据 你买pizza的时候 不怕被别人知道 送花 是啊 就是没什么秘密给别人知道的时候 当我这个大数据 令到它知道我的消费模式 或者是喜欢什么喜好呢 它在我那个社交平台 会推一些广告 譬如买一些我平时买开类似的产品 我觉得挺好 又不用我到处去shop 就是变成有人推荐给我 反而我来说 我又觉得OK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私人 这个是它提供给你的生活便利 我们之前一直享受这件事 如果不是今次美国总统大选 出现了这么大的政治争拗 你是不知道原来你被它控制了 它控制什么呢 它控制你可以知道什么 你可以不知道什么 我的国语节目 不是经常有些听众提出疑问 就说 为什么你讲这些 我们都没有听过的 就是当你以为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提供的讯息 都是真实的讯息的时候 当你以为左派媒体 报的新闻都是真新闻的时候 其实你每一天被人误导 你被人误导到 你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 而你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形式 是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混乱 非常之危险 我觉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 在这个高方的网络霸权 带来给我们的重大的伤害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再谈 好 回到来GM看世界杰 刚刚我们讲的 现在很多大的网络公司 科技公司 好像垄断了整个市场 不是好事 直接就是 令到有些人 变成我们的言论 受到他们的限制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他们有什么利益呢 当然了 我们首先讲回这些 所谓的网络霸权 你见到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支持民主党 反对共和党 是 支持拜登反对川普 今次大选当中 他们都是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为什么 大家都会问为什么 其实大家要明白 这些人赚什么钱 这些人赚的是全世界的钱 是 你见Google为了在中国 可以开放给他 他曾经做过什么 他做了一个所谓的 清洁版的Google Google搜索人情 有些东西不给人家 比如说你在中国版的 你要搜索这个64 就没有了 一定不会出现的了 Google当初为了入中国 他将他们的整个Google 可以改成这样 只要中国政府 肯让他们进去 他们宁愿这么改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市场很大 是 所以他们赚的全世界的钱 当然他这个 所谓的清洁版的 手组引擎 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了 是 所以 其实这班人 他们赚的全世界的钱 他们不在乎美国人的 就是他不同 譬如说福特汽车 他真的很多 大量的产品在美国销售 他很在意美国市场 但是这些社交网络的大科技公司 他要赚全世界的钱 这个和民主党的 所谓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政策 是有密切相关的 所以 川普上台之后 因为叫美国优先 所以 就 将很多制度业 带回来美国 而 川普将这些制度业带回来美国 令到很多国家 同样对美国产生了这个 在经济贸易来往上 他是利益受损 大科技公司就是利益受损 所以他们要支持拜登上台 因为拜登上台 就会推翻以前的 全球一体化政策 至于 在全球一体化政策之下 你说制造业外流 美国人大量失业 他觉得不关我事 其实我不在意美国市场 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川普总统上台这四年 我想我或者是很多美国人 其实不知道 究竟美国是为了这个世界出什么钱 付出了多少 付出了很多 即是今次这四年里面 令到我会去认识到 原来我们美国是 摆了很多很多钱去支持这个世界 但又有点而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你在那个对外援助那个 menu 你看到每一项都是过百亿 过十亿的东西 这个是 就是为什么这些高科技网络公司 要支持民主党 支持拜登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其实在川普执政期间 民主党是最早发起 对这些高科技网络公司 展开这个反垄断调查的 因为其实老实说 垄断这家东西 对一个国家经济是很大的伤害 绝对是 为什么今时我们 今天我们听到大摩小摩 就是当初摩根斯丹 他们也是涉及成了垄断 美国国会通的立法要它分拆 所以才有大摩小摩 所以在美国来说 垄断是一个不可以被接受的东西 所以这些公司 其实在川普执政期间 就已经被反垄断调查 并且以德州为首的 我没有记错 好像是十几二十个州的 他看数字 我不记住 现在在这里起诉他的 所以如果他们的垄断被打破的话 你可以想象 他们哪有每年这么多利润 但是在于消费者来说 垄断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变成没有竞争的时候 你真的被他们压着你 他想做就做 他想不做就不做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他今次 为什么这么疯狂 要在大选当中支持民主党 还要在现在 用毫不掩饰的手法 去封锁支持川普的声音 其实他向民主党表达一件事 是好 我已经这么帮你了 接下来的反垄断调查 你是不是要放我一马 其实他现在这么疯狂 就是为了这件事 他为了保住他们的垄断 所以今时今我们讲了 如果譬如说 你和我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创业者 我们做了一个APP 很受欢迎 是 Facebook可以第一 买起来 令到你没有了主导权 是 他都可以另一个办法 他串通苹果 让你在app stock下架 下架 让大家download不到你 看不到你的东西 这个就是霸权 这个就是垄断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 等拜登上任之后 美国国会也好 美国国州的检察长也好 依然对他们进行反垄断的起诉和调查 分拆他们这些网络霸权 这个是我觉得有可能做到的 因为其实大家 其实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而你讲得真是最适合最适合 这个要点 民主党都会这么想 你今时今日可以封锁支持川普的声音 过了几年之后 有共和党给你足够的好处 那你反过来对我的时候 我也是死的 是吧 好像我们讲 一个最安全的武器 是应该它可以被控制 而这些高科技网络把权 它不被你控制的时候 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 为所欲为的时候 其实是一把双刃劍来的 其实我记得曾经 我忘记了阿杰哥 记不记得 Apple有一宗案 警察官是要求 政府部门要求他 开那个人的手机 他是打死都不开的 就是在我们南加州 发生的恐怖战机 那个恐怖分子的手机 被FBI掌握了 但是打不开 那当时叫苹果打开苹果 说我要保护这个私隱 是不是很偉大 我要保护私隱 Apple不是应该是保护私隱 为什么今时今日搞成这样 这些人只保护他们利益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想 这个网络霸权已经形成了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的隐私随时被他拿到 或者他什么时候想伤害我们的时候 当然他现在提供了很多便利给我们 但如果他想伤害我们的时候 他可以随时伤害我们 现在是今次大战当中 大家除了认识到美国的政治之外 还认识到一件事 原来我们已经被人控制了 这个被人控制了 其实大家未感受到那种可怕 你的行为方式 你的一举一动 还有你可以得到什么 不可以得到什么 都被人控制了的时候 其实你基本上 已经丧失了你的自由 其实我先问一问 这个Apple手机 现在不是用这个Face ID的 其实他不是掌握了我的面型 当然是 所以是不是不应该用呢 他为什么取消了那个指模开机 第一 你指模开机 他掌握了你的指模 他都不够 他掌握了你的样子 不只是你这个美女的样子 不是的 是你的眼距 鼻距 你整个头上的几个特征 你走到天边 他都撿回你出来 死了 你信不信 你刺别骚 他一样可以认到你 所以 这个就是大家 未被伤害的时候 你就感受不到这种伤害 但一旦你被伤害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回头了 所以我最近在东芯电视的我的节目 我请了一个嘉宾 我跟他谈 我们又谈到这个网络霸权问题 你知道我是IT盲 现在不是很无奈 不用怕 为什么不用怕呢 有一个星链计划 没有听过吗 什么叫星链计划 Tesla的老板 马斯克 他自己有个卫星发射公司 叫什么 糟了 我一开始说不出名 他的公司是 帮政府发射卫星的 那他这种 可以自己发射卫星的能力 就有可能会打破 我们刚刚说的网络霸权 这么厉害 不如休息一会 回来谈谈 好 到最后见 回到来 JAM看世界 结果你刚刚说到 Tesla的老板 马斯克 可以有个星链计划 是什么计划 马斯克 有一间发射卫星的公司 他现在已经帮政府发射卫星的 那特点是什么 他可以一次发射很多个卫星 这是第一 而那支火箭 可以回收再用 一个国家发射卫星 最大的成本就是 你的火箭 你的推进器 所以用完一次 你就基本上作废 他在空中解体 全烧了 所以你的成本很大 他老人家发明了 可以回收再用 所以就是 那个成本大大降低 很简单说 星链计划是什么 他准备在全世界 整个围图地球上空 发射15万个卫星 这么多 可以吗 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他卫星的网络信号 无死角 你记不记得 以前我一节目说过 我打猎曾经遇险 在山里迷路 电话 是没有信号 是 我们现在拿着这些 什么苹果手机 任何的 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 是没有网络信号 以后他的星链计划 可以通过 卫星可以给你提供 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出去打猎 我们这么多朋友 一定有一个 卫星电话 和卫星电话 其实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是吗 有这个技术 但是你不可以覆盖全世界 每一个角落 而马斯克这个星链计划 能够成功之后 简单说 15万个卫星 或者更多 覆盖了整个地球的上空 令到你在地球的任何角落 你都可以接收到卫星讯号 他这个计划的成功率 有没有计过有多大 100% 这么厉害 一定成功了 难怪他的股票不断上升 那你想象一下 以后我们的电话 未必用AT&T的网络 是 我们可以直接用卫星电话 而他发射卫星的成本这么低 营运卫星的成本这么低 是不是很低 很低的 你知不知 即是很难想象 这件事 现在预测一下 预测 我对这方面 比较了解朋友告诉我 他预测他说 如果以后你和我想 自己发射卫星上太空 估计多少钱 你说到这么低 应该很低 3-5万元搞定 那真是很便宜 以后可以发射一个 Malisa的卫星上去 但是我不知道 好像很傻 这个问题 这么多卫星发射上太空 可以吗 有没有位置 太空 这么广阔的太空 一定可以容纳到 15万甚至更多的卫星 听到很匪夷所思 这个计划很有意思的 第一我们先说 以后我们打电话 我们收信 或者我们看电视 看什么都好 未必再需要网络 所以星链计划 对这帮网络霸权来说 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 他们很害怕 損害他们的利益 肯定 打破网络霸权 好了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无奈是什么 我这个APP很成功 但因为我的政治理念 或者我的商与利益 和Google 和Apple 或者和Amazon 发生了冲突 它可以下架我的东西 可以不提供云计算服务给我 那我就站在那里了 以后我们用星链计划 搞定 多久之后的事 请问 一两年的事实 现在马斯丘不断发射 什么时候存够15万粒 是另一回事 以后 你知不知道 川普这四年 大家都经常说 他有很多很多错误 很多很多功绩 很多功绩 比如说大家讲经济 说非法移民 但是川普还有一件事 是大家都忽略了的 他成为了太空军 是什么来的 就是太空部队 以后 敏儿你想想一下 当你的星链计划成功之后 你有15万个卫星 给你提供了这么多 方便的服务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敌对国家 应该怎么做呢 是否可以攻击你的卫星 是呀 你知道怎么攻击的 飞弹 成本高的 成本贵的 很难想象 因为以后马斯丘这些卫星 卫星都需要动力的 是 他怎么有动力呢 太阳能 所以以后未来战争 很卡通的 是 有一个遥控卫星 飞近你的卫星 对着你的太阳能板 自拍一些黑色的漆上去 令到你看不到这个太阳 接受不到这个太阳 接受不到太阳 那你就没有电 你工作人呐 你工作人呐 就掉下来了 真还是假 没假通 现在 其实现在 很多国家的政府 在研究这件事 我怎样搞到你的卫星失灵 还有我怎样防止我的卫星被你搞到失灵 这个就是太空战 这个就是川普 成为太空军的主要 有多少人啊 太空军 不用多人的 高科技 高科技部队来的 等于你Google 苹果 已经有在了 有在了 所以现在美国有六大军种 原来有五大军种 现在有六大军种 真是 真是这个世界 不停地向前走 苹果的发展 改变我们生活 令我们眼花缭练 不单止 它到底和我们带来好处 还是坏处呢 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 但是要称一下 你觉得好处大 还是坏处大 我经常觉得用电脑 好的时候 真的好 有电脑 所有data 全部在实里面 你觉得很方便 但是 如果有一天突然之间 坏了 你所有data都没有了 你基本上想打破电脑 今天就是 你享受这些网络媒体 带给你的便利 那时候你会很开心 但是一旦它 伤害你的时候 你发觉你自己 是毫无还手之力 真的 以前我们看电视 不看这个台就转台 不看TVV 就看下视 转 后来就这么多 其他的电视 但是你现在 你没有得转 你要就要 不要就没有 还有这个科技 真是很原始地说 以前 我们写字 可能会写得多 字会漂亮 写得多 你会懂得怎么串字 现在很多人 有些英文 不懂怎么串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电脑 都不用打完那只字 它已经出了 给你选 你其实不需要 识整只字 所以现在 那些串字 可能那些人已经很差 写那个字 字体写出来 又不漂亮 因为你已经不需要再执筆了 以后高科技 对我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是我们现在坐在那里 很难想像到的 譬如说苹果的电动车 准备推出 你怎么开车 是 一路 一你坐在一个容器里面 其实我不觉得它是车 一个车壮的容器里面 是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电视 打电话 你什么都不用做 即是其实我们坐在上一部 limousine limousine 你还是有人开 你还要看这个司机 可不可靠 那部是完全是电脑控制的 是 你已经被机器控制了 如果有人可以 操纵到这部车的电脑 可以送你去非洲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危险 是不是很恐怖 你听下去 其实这个科技的发展 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我们可以越来越懒 其实讲得简单些 懒 我们可以越来越懒 但是这种 是不是消灭人类的一种 最好的方式 真的 好像以前要开灯 入屋开灯 现在你叫Google帮你开 我觉得整个世界真的变了 所以我们今次讲到 这个网络的霸权 他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工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带来便利 但是这些工科技 最终在某个时刻 如果它突然间 和我们反面的时候 会怎样呢 这个是我们可能 这一代人 要面临的挑战 这个挑战 但是我们好像 无能为力 我真的觉得现在 都不是的 你知道升年计划 那你就知道 网络霸权会打破了 就是要靠他 真的要靠他 你要靠他 只要靠他 就是要靠他 靠他 你一定会 我的人 只是要靠他 你来靠他 你来靠他 你去靠他 你来靠他